相隔了七十天 新冠本土再度破四萬例 而對於被質疑為何不採購BA.5次世代疫苗 指揮官王必勝強調 這款BA.1雙架疫苗 對抗現在的流行病毒株確定有效 預計九月底會到貨三百萬劑 麗拼九月底開答 今年六月二十九號以來相隔七十天 新冠本土疫情再度破四萬例 七號週三新增四萬一千零二十一例 本土病例 全臺以新本市確診數 破九千例最多 而中重症有一百零四例 死亡則有二十六例 死亡個案中有一例四十多歲男性 疑似為重複感染 他本身有風濕免疫疾病的血管炎 五月曾經確診 七月底又發病 急診採檢PCR為陽性 CD值二十一 符合重複感染定義 但是醫院未通報重複感染 所以沒有送定序 個案病況惡化 不幸在八月底過世 由於近期莫德納次世代疫苗采購 引發爭議 指揮官王必勝表示 這款B.A.1雙價疫苗對於現在流行的病毒株 確定有效 預計九月底第一批到貨三百萬劑 並再次以雨傘比喻強調 這是一把很好的新傘 王必勝強調B.A.5雙價疫苗沒有說不買 只是要等審查完成後才能購買 目前除了美國 其他國家都買不到 至於有民眾反映 臺北市聯誼公告 六號起不再提供Novafix疫苗給現場民眾 掛號接種 對此指揮中心 回應表示 全臺只剩下四萬多劑 因為廠商更改製程 使用署重新審查後會再安排進貨 記者落水平 蔣龍蝦 臺北報導